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女分两路 男生们喝了烈酒后 开始去卡座上找美女和脱衣物娘 女生们在喝酒玩游戏 这时朝着女主走来两个小混混 一开始只是请女主喝酒 后来他们透露出真实的意图是兜售毒品 女主的朋友月月月月事 却被女主严肃的拒绝 女主不耐烦的推开了不罢休的他们 受到挑衅的小混混想要殴打女主角 受到惊吓的女主角逃出了夜店 没想到小混混们先她一步到了室外 开车绑架了女主 并把她关押起来 随后一个大的案件被引了出来 原来绑架女主觉得是一个无恶不作的贩毒团队 他们平时在路上勾搭女孩子 假装对她们一见钟情 然后给她们买假冒奢侈品 取得信任之后给她们喂毒品 在她们毒品上以后逼迫她们出卖身体 而现在她们正在推广一种新型的毒品 是一种给动物吃的药 在人体内有很大的反应 她们抓了很多流落街头的少女来做事业 原本不应该抓女主角这样有亲戚朋友的女孩的 因为女主角这样的人一失踪就会有人报案 但是很不幸 女主在酒吧招惹到了这两个毒贩 于是被抓去和很多其他可怜的少女一起做事业 男主一行人中有退伍军人 有警察 看到自己的朋友被绑架 就决定自己去寻找他们 她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些线索 摸到了位置 却发现人质早已经逃走了 自己的家中也闯入了劫匪 一个主角的妹妹失去了生命 另一个主角的妻子也被残忍杀害 一行人再次仔细地盘查 终于查到绑架女主的犯罪团伙 正在把人质欲往外地的路上 她们好不容易解决了毒贩 回到了家 开始点蜡烛 寄定死去的朋友 没想到毒贩们赶到了他们的房子外 开始朝里面疯狂射击 男主角的朋友不幸在此时被射杀了 在苦苦挣扎后 主角们穿上防弹背心 开始和毒贩们全力交战并胜利 影片的最后 布鲁斯·威利斯尹的警察因为受不了上司的摆布 举举双手 对上司狠狠地比了两个中指 独自冲到毒贩走窝点 杀死了毒贩头目 这部电影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剧情的逻辑 女主本来是不适合做实验对象的 剧中毒贩头目也说他有亲人朋友 一失踪就会被警察知道 自己马上就要暴露了 但是他们依然执着地留着他折磨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他在酒吧里招惹了两个小毒贩 看来在电影里不能随便在夜店里打嘴炮啊 我是小一 关注小一 获得更多精彩内容